各位北风的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北风网战线培训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 extgs开发个人理财系统的第十九奖 这一奖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理财系统的最后一奖 查询支出信息 好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应该不会很陌生 这个查询的话 因为我们前面也做过什么 这个用户的这个查询 好最开始呢 我们把这个manage这个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拷贝过去 拷贝到这个里面来 好然后呢 把它这个hut改成400多 然后呢加上这个lite fat填充 itens 我们这里叫glied panel是吧 看一下 glied panel ok我们先拷贝过来再说 然后呢把项目部署一下 好 ok 启动这个服务器 前面一讲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最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个date信息是吧 这个日期的这个信息是最难处理的 好我们登录一下 admin admin 3671 admin 3771登录 好 支出查询 刷新一下 好现在的话和这个支出管理的话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 好我们需要改变一下 首先呢是这个sm是吧 这个select model改一下 把这个呢删掉 把它改成什么 这种单行选择的 用一个ext.glied点 curent 应该叫做 这个是吧 一行的选择 好 然后里面有一个single select select 设置为force 是不是这样写的 到这个里面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像少了一个n是吧 single select force 那就表示可以选择多行 好这次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好来看这个地方都不选择了 现在 那么肯定这个地方有问题 好首先这里少了一个逗号 刷新 好这个查询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 就是大家如果说一个个来找这个问题的话很麻烦 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怎么样呢 如果说你在显示上面显示不出来 又没任何问题 最开始看一下这个 看这个展开的这个 因为我们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select model 所以呢是3 现在我们改成2 这也是必须的 否则你显示不出来 大家看现在出来了是吧 把这个改一下改成2 就OK了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查询页面 我们这个删除呢 没必要 是吧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删除删掉 先把这个逗号删掉啊 别忘了 一直删到这个地方 删掉 然后呢我们这个更新的话也不要 更新也不要 双新一下 但现在的话 还有这个编辑 我们也不要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更新的话 有这个编辑也没用 是吧 edit去掉 然后我每一个的这个edit呢 去掉 这两个也要去掉啊 都好去掉 OK 再来刷新一下 这是刷新 好 现在的话就变成我们以前原始的这种方式了 是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总金额 就这种方式 1到8条记录 因为我们这个总金额呢 它也算了一条记录 一共呢本来是7条记录 好 就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 我们要完成这个按条件来进行查询 首先的话我们有一个查询什么 查询的缝 是吧 好 这个的话我们以前好像做过 是吧 查询表单 OK 我们直接把它拷布过来吧 我们就不做重复的工作 这是我们以前用人里面的 好 查询条件 这个地方 就是动这个地方 改变一下 第一个呢 是什么 支出名称 我们这里只做两个 留给大家做的是哪一个 日期 根据这个起始日期 把一次开始的时间到这个结束的时间来查 这个留给大家来做 大家用一点新把这个完成好 支出名称 支出名称 好 pay out name 一共这两个啊 我说过留一个给大家来做 后面这一个呢 是支出金额 pay out money 是吧 这两个 好 其他这都不用赶 都不用赶 好 我们还注意 有一个查询的话 我们现在只做了这个缝 你这个缝要包含到哪个里面呢 这个拍到里面呢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加了一个 拖把 是吧 顶部工具呢 拖把 它包含了谁 包含了这个quirephone 然后呢 还有一个查询按钮 查询按钮这里提交呢 有四个参数 一 二 三 四 一个是这个查询 啊 这个上面是两个是用来分页的 啊 我们不多讲 下面呢 一个是查询条件 一个呢 是查询值 查询条件是什么 就是我这里面的 比如说 payout name payout money 这个就是查询条件 查询值呢 就是我在这个文本框里面输入这个字 是吧 这里不是有一个文本框吗 text field 是吧 OK 这个都做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 这一个 它的这个url 就不再是什么 get 而是一个quire quire 是吧 quire 那么呢 我首先呢 在这个地方呢 添加一个 quire payout action 好 这个action呢 一个是tend的这个action support 然后它里面要接设哪些参数呢 我们对照这个参数来看 首先有一个pre-write int start开始 然后呢 有个limit 有个多个条 实际 实际 查询条件 quire condition 是吧 pre-write 实际 查询值 quire value 好 还有我们常用的这个 boot success 实际 msg 是吧 这两个 好 我们添加这个set和get的方法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再来实行这个exclude的方法 好 我们首先还是同我们以前一样 我们来判断就是说 这个用户有没有输入这个查询条件 是吧 如果说 这个什么 quire condition 等于等于now 或者呢 为空 那就没有这个查询条件 是吧 condition 我就怎么样取出所有信息 这里要注意 这里要注意 只是该用户的啊 不能是所有用户的 所以呢 我们开始的话 得到 当前用户信息 map session 等于 action context 然后呢 sgain user name 嗯 这个session的话 我们肯定弄错了 哦 还没有导入这个map啊 util.map session.get username 是吧 就或者这个用户名 然后呢 或者这个user 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导入谁呢 需要导入我们这个 需要引入这个user deal ok 通过这个user find by username 点list点get0 然后呢 进行一个强制类型转换 上面也要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OK这样就得到这个用户了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取得这个所有的知数信息呢 和我们这个get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成是一样的 我这个get 用户了这个get 还有导入一个什么 blue white 我们到这个get里面去看一下啊 有一个什么 all pelt 所有的记录是吧 然后呢 record size 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不给这个success msg的话 有问题没有 我来看一下这个用户里面 我也没给 没给啊 没给这个信息 那我这里也不给了 这两个我不给出来了 这个呢我每个用隔开 每个的不同的用意啊 上面两个分页来用 下面查询条件接受的 然后呢 然后呢这两个 是作为仿飞值的 这一个呢 是这个注入的这个dl 这个smsg不要了 这个smsg不要了 好这里我们注意来看 在这个地方 还需要注入谁啊 还需要注入另外一个dl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payoutdl payoutdl findbyproperty 我们用的下面这一个 然后呢property name 我们上用户进行查询 是吧 因为我们只能查询 这一个用户的 user user 好 code size 是吧 这个记录 给你这个payoutdl.size 不是dl allp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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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s 是吧 好 这是一个 else 否则的话 那么就是说 有这个查询条件 这时候呢 又来判断 有没有查询值 是吧 这个quaring value等于等于 now 或者 为空 也是怎么样 取出这两个所有的信心 好 else else 那么就两个都不为空 两个都不为空 两个都不为空的情况下面怎么样呢 我就再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查询的这个条件 是吧 查询的这个条件哪两个值呢 payout 是吧 如果是这个查询条件 是吧 如果是这个查询条件 eqs payout money eqs这个 一个是if 一个是else if this is success 大写的啊 好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查询它 就是按条件之内查询了 一个是nein 一个是money 是吧 好 首先来看我们看这一种 payout to deal find by property 是吧 按谁啊 这个 payout name 来进行查询 值呢 quering value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吧 payout money 这个值大家要注意 我们要进行一个转换 是吧 好 我们已经不转换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待会我们再来解决啊 payout money 应该说double类型的 好 这个我们做好了 我们需要把它怎么样 return 是吧 要不要旅程 不用旅程啊 不用旅程 不用旅程 这已经做好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 list.6s 好 做好以后呢 我们来配置一下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来配置这个 action 在这个application context 里面的配置 改成quering 点 点quering 点quering payout 两个 两个du 还有一个use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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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ing 好 好 这里两个 两个都不用进行什么 序里化 是吧 OK OK 重启一下服务器 重启一下服务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哪里的问题 quering payoutdual invent 好 好 好像我们这个里面呢 这个set属性我们还没设置好啊 还有没设置的 OK 再重启一下 好 启动完成了 刷新一下 admin admin 4172 登录 哦 我们忘记一个地方了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里面 这里应该改成query 哦 不再是以前的get了啊 query 刷新一下 支出查询 支出管理和支出查询 我们来看 这两个唯一的不同在于哪里啊 这个有这个总金额是吧 是我们前面自己添加了 这个呢没有这个总金额 其他跟他采用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好 这里我按这个条件先查询 比如说按这个名称 叫做吃中饭 叫做吃中饭 查询 好我们来看 查询到的这个信息比我以前的信息还有多些 查询到10条 7条记录 10条记录啊 应该有10条记录 那这里呢显示一共只有7条记录 是吧 这里都有7条记录 1234567 当我们增加了这个查询条件以后 我们发现怎么样 它记录反而增多了 是吧 好我们这个地方呢 忘记把这个进行设置了啊 是吧 要把这个也设置一下 好这是因为我们什么原因呢 查询反而变多了 是吧 是因为我们现在取出的是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所有的都取出来 可能还有其他用户的你也把它取出来了 因为我这个用户不可能指引你一个 是吧 不是Jadmin 其他人也有 你看比如说这个里面本来是没有吃核饭这个名称的 但是我可以查出来 是吧 这显然是不对的 这是别人的信息 你现在查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修改 好 这里让我们哦 刚才没有演示这个地方 你待会再演示 啊 查询这个条件 肯定有问题 因为我们还没对用户进行限定 而是指示对怎么样啊 啊 这个 支出名称 支出的这个钱 来进行查询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说 你这个用户 必须是怎么样 必须你当前这个使用的这个人的这个用户 你就这个条件 那么一说这个查询的结果是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这个查询 是吧 两个查询条件 一个是user 一个是pelt name 好 那么怎么来完成呢 我打开这个 这是我前面自己加的是吧 有这个分页的这个功能的 好 我这里呢 fund by property 加个s 这样吧 properties 什么 改成y 然后加es 增加一个property 也是两个条件 两个根据两个属性名 来进行查询 property name 2 object value 2 然后呢在这里你看 它这个查询语 from payout as modern 就是把这个payout作为一个什么 啊这个modern它是一个别名 然后 well modern. 那么其实也就是payout.property name 等于一个通费符 好我们在后面来加 and modern. 什么 property name 2 等于 一个通费符 这个通费符呢我们在这里传这个参数进来 quiring object.setPrimet 1 值呢 value2 大家注意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好你在这个实性内里面添加了 而你这个接口里面没有 所以呢把这个接口先删掉 重新构造一个接口 重新构 payout dao ok 好这时候呢 它里面implement的两个 所以呢你要删掉一个 删掉一个就ok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 就应该使用这一个 是吧 然后呢多传一个参数进来 多传两个 一个呢是 user 值呢就是个user 也是和上面这个是类似的 后半部分和上面是完全类似的 只是前面增加了一个条件 好这里呢也是一样的 yes user user ok我们重新启动这个服务器 嗯这个地方还有问题 嗯这个地方还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呢看一下 quirewin user 哦这里少一个逗号 再重新启动一下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登录页面进行登录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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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95 登录 好这次查询 这一次我们查询这个吃中饭 你看 有三个啊 吃晚饭 三个 我这里面吃中饭应该很多啊 不止三个 因为其他用户他也有 好那么我查询一下名称 吃中饭 好我们来看就只查到三条记录了 是吧 而且你看下面显示也是正常的 吃晚饭 查询 也是这三个是吧 因为我这个用户这个admin 他视为这个52的这个用户 他你看吃晚饭也这三个 吃中饭也这三个 如果说购物本来是别人的 你看我这里收得到吗 购物查询 搜索不到没有任何记录是吧 就是说你不能够查询到别人的这个 支出这个信息是吧 这是显然的 所以呢我们这里呢 是增加增加了一个条件 Properties 两个条件呢有 如果多个条件的话 大家还可以继续添加下去啊 这个没影响的 那现在我再来看一下 当我们这里为空的时候 这里就可以直接查询的话 那么就是所有的信息都选择出来 这样七条记录 好 这里按金额来查询 23块 应该能够查掉六条记录 但是我们发现这边呢 爆出了这个异常 我们根据这个异常 我们根据这个异常来看 加异点那里是进 class cast 一个section 就是这个 转换异常 是吧 为什么会转换异常呢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value的话 传进来的是一个什么 是gen 而我们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虽然它接受是一个object 但是它在用的时候 查询的时候 它是要是一个int类型的 虽然这里很很广阔 接受一个object 这里之所以要接受一个object 是因为 它是根据属性名属性值来的 每一个属性名 它有不同的属性值 所以呢 只能是设置一个object 来海那把村 是吧 就是说所有的它都能够包容进来 但是说每一个的话 用户的话 你在使用的时候 就必须要控制好了 因为它这个方法的话很广阔 只要你属性属性值都可以传过来 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虽然这里说不及 但是它实际一上 你用的时候 它怎么样你看 这个地方等于一个什么 等于你这个value值 所以这个value的话 必须的话 要满足它本的这个类型 你说我们这个money的话 money是吧 它本的类型是什么 double类型 所以呢你需要用double 进行一个转换 用强制类型转换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强制类型转换的话 它这个转换就会失败 当然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出现问题怎么样 如果你在这个查询值里面 这个查询金额 你填了一些ABC什么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怎么样 在转换的时候 就会抛出这个异常 所以呢大家的话可以自己在这里呢 添加一个处理 如果说出现转换异常的话 该怎么办 比如说出现转换异常的话 把这个输入条件作为一个什么0来处理 好这里我再来查询一下 首先刷新一下 等一下啊 因为刚才我们这里重启了 重启了以后呢 这个优惹信息的话已经没了啊 注意这个优惹信息已经没了 所以呢必须重新进行一个登录 2070 登录 好 这时候我按这个金额进行查询 23 查询 嗯 这里是早饭的这条信息呢 是吧 怎么不显示出来了呢 好 现在出来了啊 刚上面有这个延迟在这个里面 23 查询 是吧 当你为空的时候查询 就所有信息都出来了是吧 好 我用另外一个用户来登录 用这个I北风 亚生 35 7 1 好 比如说查询这个名称为这个吃晚饭的 应该就只有一个是吧 好 购物的呢 也只有一个 好 按照这个金额进行查询 比如说23块钱的 三个24块钱的 可以查 25块钱的 是吧 有两个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查询的这个功能 有个大致的一个任务就是说 对于这个支出的时间进行查询 怎么样 在这里再听见两个 这个时间选择框 一个时间呢 是起始时间啊 一个是开始时间 一个是结束时间 啊 来进行查询 给大家一点提示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来做 就是说 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你在这个查询的时候 把他们两个时间怎么样 做一个查询值 只要是他们两个之间的 之间的这些信息 全部都查询查询出来 啊 包括这两个断点值 里面的信息也查询出来 好吧 好了 我们本讲的话我们就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整个呢 这个个人理财系统的话 我也就打算讲这么多 关于有人会说你这个收入管理的话 为什么不讲 支出和收入有什么不同呢 啊 不过就是改个名字啊 收入名称 收入金额 收入时间 日期 所以呢这一部分 完全交给大家自己来做 好吧 我们这个个人理财系统这个项目呢 我们到今天呢 就整个的完成了 啊 我们第二个项目呢 也会在近期的啊 近期这几天进行一个推出 好吧 希望到时候大家啊 一起来 学习 以及呢 观看 好了 我们本讲的话 啊 就到这里结束 欢迎大家访问 北风网 我们的网址是 上达b点 爱北分领抗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